拖在那個我們論壇裡面 論壇裡面基本上我們三次每次上課就會拖 然後上次內容我想回去你就看 那第一個就是 用Fore迴圈加總到1到99 然後有Break Continue這兩個也許 那我講過啦 Continue用的真的是比較少一些 那Break的話非常的重要 因為像壞迴圈如果沒有Break的話 那沒有出口你就無窮迴圈 它會跑到 可能基本上跑到當調才會停下來了 OK所以基本上你要設一個出口 那所以 一般的話呢如果用壞迴圈 無窮迴圈E冒號就可以了 E冒號意思說 你不斷給我進去 你不要出來就對了 所以如果你用壞迴圈E冒號的話 你在城市裡面就要多一個if 什麼狀況發生的時候 下面一行就是Break 就一定要跳離就對了 所以一定會有個出口 那當然這個Break不是只有 只能用在壞迴圈 Fore迴圈裡面也可以啦 反正只要 跳離這個迴圈就用Break 那當然我們前面有練習到90乘法表 那90乘法表要怎麼做呢 當然我的 這個寫法是 反正因為要兩個迴圈啦 一個for I 一個for J 所以也許我們可以先for J 先 產生壞 再for I OK那很多列 OK 那我的習慣寫法是我的 I 就是我的列 我的 J 就是我的藍 OK 列是橫向的 藍是縱向的 那同樣的寫法當然你也可以把它寫在VBA裡面啦 其實不論哪一種語言 基本上都可以寫得出來 哪怕是像之前的 寫交過像PHP 像Java 像微軟的 C-Shock 或者在更早之前 可能還有更多更多的寫 其實都差不多都可以寫出類似 就是就是碼表 那其他的話呢當然在Excel裡面也可以用Raw跟Column 這兩個函數可以輸出 那其他就是輸出信號 OK信號我們大概有幾種變化 方法就是正向的 然後呢再來反向的 再來加空白 最後就是把它改成壞迴圈 壞迴圈其實也能夠 就是把前面的部分全部做完 所以如果你FOR迴圈寫出來 那也試試看把它改成壞迴圈 其實你會發現都可以改得出來 只是差別說 感覺上那個FOR迴圈還是比較 基本上還是比較簡潔啦 所以為什麼 FOR迴圈用的機會會比較大一些些 因為壞迴圈可能你那個初始值你要另外寫 布禁值你要另外寫 那這樣就會多兩行了 多兩個東西 而且這兩個如果忘了寫就麻煩了 如果你沒有初始值 他變成他一直一直 可以得加啦 可是初始值沒有加 可能就初始的那個值就不對了 第二個你如果沒有布禁的話 你沒有加壹加壹的話 那可能他就不會加壹 一直維持在那個值 比如I等於壹 他一直就是壹 壹他不會變二 那一直輸出 那也不會出來 比如說他當他 怎麼大於 他小於 十 那他壹 就算他也叫小於十 他不會大於 等於大於等於十 所以 那條件不會出來 就不會跳出 OK 那就一直 無窮回軒下去了 那其他的話 還有就是說 我們有用OS 這個OS的一個 這個 他裡面有個 點 ADEST 他可以做跳離程式的動作 其他有制定函數 制定函數的話 當然基本上就 讓程式變為更簡潔 不過可能要注意說 你要傳遞因素給他 然後最後他Return結果給你 傳一個東西 Return一個東西給你 這個概念的話 大家有的話以後呢 你要 做制定函數 輸入就比較簡單 其他還有像練習那個什麼 Month CAI 就是什麼 你輸入 他會乱數跑一個值 所以第一個 Month CAI可能比較重要的是 你如何讓那個 Python幫你產生一個乱數 那我們會 import一個Random Random裡面有個方法叫Random Range 有沒有 那你可以用那個Range 比如說 1 到 12 的話 那就1-13 OK 然後第二個的話就是把清單給他 清單的話就是英文的那個 名稱 那我們可以用Excel 有沒有 你打一個GENERY 然後向下填滿 他就自動產生了 然後我們把清單放在 程式裡面 然後 先怎麼樣 先抓一個乱數的 然後再跟什麼 再跟使用者輸入的比一下 如果說那個數字相同的話 那就跳離回去 讓他答對 那如果不是的話呢 那繼續跑回圈 所以基本上我們是用無窮回圈的概念 那這一題當然你可以把它拿來當範本 所以寫出來類似像這樣 我們上次的 甚至他做一些小遊戲部分 MANCE CAI部分 MANCE CAI OK 那我們就 在下面這邊 MANCE CAI 那這邊的話 當然我剛剛講的 第一個import 一個Random 第二個 這個GEN那個清單 1到 12月的英文 那我的習慣是怎麼樣 就是B開 第一個 因為他從零開始 那如果你GENERY也是零開始 那很麻煩 一下要 因為他要-1 那以前我最頭痛就是寫程式的時候一定要加1-1 而且很容易出錯 那乾脆我後來想一招 乾脆就把它B開掉就好了 OK也就是說零不要放東西 然後面剛好就1到12 這樣的話以後寫程式感覺起來就會不需要一直在那邊轉 來一直在那邊轉 OK 然後亂數產生的話就Random range 最後的話呢 我們就是 讓使用者輸入 請問這是幾月份 因為他亂數產生一個MANCE 那比如說他隨便抓啦 假設他亂數2的話 他就抓到這一個 然後他把這個 放到這邊來 那怎麼把它放過來 因為 這邊如果 那個 假如說他亂數產生2 2過來 那如果要抓這裡面的第2個的話 第3個的話 假設 你就把那個值給放過來2 就是MANCE string 中瓜弧2 他就會去抓0 1 2 他就把這個東西 這個字串抓到這邊來 問題為 這個東西是幾月 那你就是 再進到一個無窮回圈 讓他去回答 回答之後 如果 兩邊match的話 就跳出回圈 那跳出回圈特別注意啊 因為這邊假設說 已經是2的值嘛 那如果說呢 我沒有輸入2的話 那答案就正確了 並且break 如果他不是的話 不是就跳這邊 繼續回答一下 所以他繼續回答 回答直到對為止 才能跳裡 所以 這個應該是上一次我們 講過的這個啦 比如這個幾月 如果輸入錯的 如果說 Enter 那兩邊不match 答錯了 如果輸入對的 他就答案正確 就類似像這樣子 其實利用一個 無窮回圈 其實就可以達到 我們用的效果 程式基本上不多啦 以後 如果你要寫 類似的東西的話 你也許可以參考 基本上就是一個 random 然後一個清單 最後一個input OK 那最後其實答案就出來了 OK 那 細節部分的話 也許回去可以再看看 當然我們上禮拜有 有衍生那個 那個什麼 猜拳遊戲 然後 猜拳的話也是一樣 也是一個清單 然後也有 只是說 比對邏輯比較多一些 你可以剪刀石頭布 諸如此類的部分 那今天的話呢 我們接著要來看那個 就是302題 所以待會請各位 開一下雲端 上面的那個 我們的 這個 證照考題 然後雙數部分 我是第3類 把它打開 302 這一題的話基本上 應該跟前面好像有做過類似的 他這個就是什麼 迴圈 偶數 連加 偶數部分 OK 所以他什麼呢 24680 所以你 特別注意喔如果今天他沒有要求用那個for迴圈還是file迴圈 其實兩個都可以啦 不過用for迴圈應該會讓程式比較簡潔 所以這邊的話呢當然如果說我今天要讓他 輸入兩個字 A跟B的話 所以你可以 讓他input A Input B 那初始值的話呢 他這邊 比如說 1114 幫我加到11 14 而且是要偶數的部分 那輸出結果是這樣子 OK 那裡面的話 他有些敘述 反正大家看一下 反正就是雙數部分加 那這一題的話呢 我們要怎麼做 首先我們來 Demo一下 也許我們先 看一下 也許我宣告兩個變數 一個A跟一個B 那一樣我們假設將來是證照級的話 我就用這個 上面的14 Enter 輸入的部分 然後再輸入11 44 也就是把14 丟給A 把1144丟給B 然後最後的話有一個answer 預設值等於0 Enter之後的話要出現下面這個數字 那就表示答對 Enter OK OK 這個結果大概是沒問題 只是說裡面的回圈該怎麼寫 OK 我們上次上課都講了 所以 這個就是你要熟悉的 那當然了 就是for回圈嘛 裡面 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也許盡量 用自己熟悉的方式把它打開 後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OK 先做一下那個302 302題 好